五十一 今天怎么回事啊 像你这个样子将来正式登台 肯定要出问题的 对不起 昨晚没有休息好 你们大家都休息一下 你本身的资质是不错 公司也在重点培养你 但是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差强人意了 你刚刚出道 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 别自毁了前程啊 休息一下 半个小时以后继续 这几天状态不太好吗 对不起啊 这几天睡眠不好 状态也不好 我会尽快恢复的 失眠是因为生活被人打扰了吗 不是 有些人的出现 你真的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 不过还是好好坚持练习 准备出道吧 花在你身上的钱 可不能白花 希望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你这张脸 张敏芝是淋巴癌晚期 医院的治疗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救治 听医院的人说 她对自己的病情非常理智 知道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就提出了出院请求 说是在剩下的时间里 到世界各地转转 她现在人在哪儿啊 三天前去了您所在的城市 知道了 她出现在那里会不会对您有影响 没有 还有其他事吗 那些账目小姐您过目了吧 那些事你操心就好了 是的小姐 你们是谁 你们是谁 我家里很穷 保家我没有用的 你滑 你滑 所以您和艾丽莎小姐 一起住了四个月 是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应该先表明 那边那位是谁啊 那位是敏夫人 跟艾丽莎小姐的父亲 有很亲密的关系 现在想要联系艾丽莎小姐 但是音讯断了 所以想要电话号码吗 那我给您电话号码啊 不用 好 以许这样 请问您方便现在帮我们通电话吗 打电话 好啊 喂 雪姬 嗨 艾丽莎 你是谁 我叫阿敏 还记得吗 我想见你 地方由你来定 任何地方我都会去的 如果你不想让我把你的事 告诉我身边的这位女生的话 你就不要想着再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希望能和你见一面 你真幸运能和雪姬这样的人交朋友 耽误了您这么长时间 对不起 要不现在送您回去吧 不用了不用了 如果以后还有事情麻烦别人的话 就不要用这种方式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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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江淮 怎么突然来接我了 没什么 就是想跟你随便散散步 走吧 那个老婆婆 他为什么给你打电话 他说那话什么意思啊 而且他为什么想见你 然后你又不想见他 有什么事 是不能告诉我的吗 他呀 是我养父的一个朋友 上辈子的恩怨呢 我不想太理会 我是你朋友 我不会给你造成任何负担的 但我想知道 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想知道你有没有遇到麻烦 怎么突然这么爱我了 这次有人 扣下我 逼着见你 心里感觉不是很好 我很害怕你离开 江淮 你有什么愿望吗 什么 你之前不是说想谈恋爱吗 现在这个愿望 应该已经实现了吧 没有 我和春山不是那样的关系 好了 我又没提春山的名字 那个愿望呢 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所以你再重新想一个吧 我帮你完成 为什么你总是问我愿望 可能是看在 你那么舍不得我离开的份上吧 我就随便问问 你要想不出来就算了 机会只有一次哦 你一直这样说 就好像 你是我的精灵神灯一样 我本来就是你的神灯啊 记忆中的阿姨 也就是你妈妈 跟你说的话一模一样 是吗 是吗 怪不得别人都是我跟我妈笑呢 爱 那个人在那边做什么啊 他 诶 那 那个人不是诗意吗 诗意 诗意你在这跳来跳去做什么啊 我 锻炼啊 为什么在这锻炼啊 这儿离你家很远的 空气好 嗯 那 我先走了 诗意 我们买了点水果跟蛋糕 要来我们家一起吃吗 好啊 你们要请我的 嗯 走吧 我来 回来了 我回来了 你回来了 我刚运动完 原来你还在坚持运动啊 怪不得身材这么好 他是谁啊 他是雪姬的朋友叫春山 以前没发现嘛 春山你的身材还不错哦 我去借水果 好 我去给你们奶蛋糕啊 太多了 不论是从公开在亡 还是从世界紧张赛 是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冰箱 但是这样一个中国风格大长 在亡理晴 对于冠雅君 都没有任何的 丝毫的一个人 你是江卫朋友啊 放弃 我还是雪姬朋友 他还在我家住过 其实今年王丽琴已经三十岁了 这次也是他邀请我来的 嗯 哦 原来这样 哦 他还送给我礼物 你们在聊什么呢 我是这个 没什么 我走了 拜拜 你不走啊 我不走啊 我住这 你不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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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不吃这个 这么大人了 为什么要住别人家 是让人无法拒绝的类型吗 是让人很喜欢的类型吗 是让人无法拒绝 喂 社长吗 这两天总有人跟踪我 好像是个女的 那你看清楚她什么样子了吗 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知道 好吧 那我去打个招呼 你自己多留意一下啊 怎么了 没事 顾世姨这孩子啊 打电话跟我说她被跟踪了 估计是私生份 这样啊 那叫她留意一点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 是世姨回来了吗 是世姨回来了吗 是你啊 怎么了 因为我不是你等的那个人 所以不开心 没有啊 进来吧 真好吃 真好吃 你每次都从哪儿找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啊 厉害吧 搬到这里还习惯吗 挺好的 这里风景好 环境也好 家怀做饭也好吃 有机会你可以尝一下 学姨 有件事情 我要跟你说 其实原本不想跟你说的 因为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点利益都没有 不过为了你 我还是把这件事情告诉你 什么事啊 最近我安排的保镖跟我回报 事姨一直被跟踪 事姨被跟踪 为什么呀 像事姨这种还没有出道的练习生 以商业角度来讲 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 不过事姨是你一直要找的人 所以 恐怕这个人是想拿事姨来威胁你 威胁我 想要钱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你想做什么 我想见你 场所由你决定 不管哪里我都会去 我想我大概知道是谁了 人为了活下去 还真是不择手段 我会留意的 学姨 你是不是没有 什么特别害怕的事情 当然有了 怕黑 怕吃不饱 还有 怕失去想要珍惜的人 你呢 才不要跟你说呢 说出来你一定会笑我的 是什么呀 只害怕一个人待着 所以找了个司机开车 所以一定要有助力跟着 就算是一个人睡觉 外面也一定要有人守着 看来你以前 应该经历了很难熬的事情吧 所以啊 以后呢 你就把你想去的地方都去一遍 想做的事情都做了 以后的人生可以活得自由一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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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想一个人回去 你走吧 爸爸电话没人接 可能在忙吧 爸爸电话不够 对不起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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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怀 怎么了 你手机为什么安装定位软件 这个软件很危险 被货人拿去怎么办 什么定位软件 你看 这个 我知道是谁了 谁啊 你干嘛去 去找装软件这个人啊 你等会儿 我和你一起去 我怕你受欺负 走啊 傻笑什么 这个是你做的吧 你在说什么呀 我 我听不懂 在我手机上装定位软件的人是你吧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呀 我怎么可能会做那种事 我说你之前怎么都知道我在哪里 所以上次我跟顾世一见面的时候 你突然出现 就是因为你在我的手机上装了定位软件 说到顾世一 说到顾世一 应该是我问你才对吧 抢走顾世一这件事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怎么那么喜欢跟我抢 是不是因为我抢走了你男朋友 所以你就找这种证据来污蔑我 没什么事 我没有 你没有 这是你写给我男朋友的信吧 什么年代了 还写情书 你写给我男朋友的信吧 你省省力去吧 学长 你带我去看的电影我都很喜欢 你说我的人生一定会有快乐这件事 我也是非常的 我知道我和我女朋友很相爱 但是当众读我们信这件事 不太礼貌吧 你是 我是江淮的男朋友 他怎么会有男朋友 我们江淮很受欢迎的好不好 又不是我下手快 你男朋友都不一定追你 他之前明明喜欢的是郑贤 可能我比那个人 更有魅力吧 好 走吧 对了 信 我就说回来了 下一次 不要再偷东西了 江淮 你刚才干嘛那么说 你干嘛插手我跟他的事 怎么了 说我是你男朋友 让你丢脸了 我只是很生气 你干嘛每次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这样我很为难的 我不是怕你受欺负吗 不管些我也就算了 受欺负 你知不知道 我刚刚在来的路上 把所有台词都想好了 我想帅气的反击他的 可是你把我的风头全抢了 所以我能不生气吗 那我下次不了 其实刚才还可以的 什么 刚刚的你 有点帅的 你这反仇也太长了吧 不管怎么样 我们赢了漂亮的一战 好 好 好